历史总是一环扣一环,投资也是一环扣一环,孤独历史有在于投资,近日内房股,教育股跌过不停,社会上又出现反对996,躺平主义等的声音,各种事情看似没有关系,实情却是环环相扣,一切其实都是源于金融海啸。 2008年全球央行为了拯救金融系统,拼命印银纸,天亮资金小部分流入实体经济,大部分却进入投资市场,美国上升的是股市,中港带动的则是楼市,楼价上升看此是好事,财富效应让消费增加,但楼价涨得太多却是坏事,沉重的房屋开支反过来压益其他消费, 甚至衍生年轻人没法买楼,不敢结婚生育,唯有拼命工作996,一种早上9点上班,晚上9点下班,每周工作六天的工作制等社会问题。 因为宽松货币环境下,工资上升速度,永远比不上资产升值速度,于是最后更变成躺平。 躺平主义是近年内地兴起的潮雨,只不买房,不买车,不结婚,不生娃,不消费,紧紧维持最低生存标准,拒绝成为他人赚钱的机器和被剥削的奴隶。 视低欲望青年对高房价,社会流动性低,在职贫穷等情况的回应。 内房股近日为何下跌?因政府决心调控楼价,高楼价成为许多社会问题的主要根源。 低生育率,996,躺平等全都由此而来。教育股又为何下跌?房价者摩高?公楼压力者摩大?不努力工作怎么行?工作压力者摩大? 如果生小朋友又有教育压力,那么还有谁愿意生子?补习有经济负担?还有功课压力?减低作业量?降低考试压力?其实就是希望降低生活压力? 内地近年接连开放二胎,三胎政策,但不少夫妻还是犹疑?原因之一便是高楼价,要改变低生育率,躺平,楼价回到人们可以负担的水平。 是很大的有因,金融海啸前,内地经济由出口带动。金融海啸后,经济很大程度上由高楼价推动。地方政府收入,水泥钢筋,以至家电,带动了不少行业的增长。 但高房价的副作用预益明显,于是政府调控房价,经济需要新的增长动力。于是新的经济领头阳将出现,恒指者摩多年仍创不了新高。 便是因当中的旧经济股份太多,新经济股份太少。但近年中资股内的科技和医疗股份表现很好。 占经济份额也越来越高,经济找到新的增长动力,恒指也大概很有机会在今明两年创新高。 经济发展模式转变,投资趋势跟着变。过去十多年,内房股的表现整体都不错。 但内房股未来还是不是上街的投资对象,或许科技和医疗股份会是更吸引的投资对象。 感谢观看